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 重拳整治犯圈乱象 镇间800的央视进华时段竟然会讨论中国演艺圈 但不是讨论谁帅谁美 而是玩起秀子准备整治艺人 入股阿里巴巴子公司还一度是第二大股东 如今马云被迫交出一身心血 黄友龙和赵薇一起被扫到台风尾 当初追着最风的时候 一个月可能砸过两三千 就是什么手持一个手会几杯奶茶这种 眼看明星艺人们享受成名光环 同时借由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 快速累积政治实力 讨论税大小合约甚至操控舆论的手法层出不从 但艺人靠魅力新粉丝 评名声争银子到底哪里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党觉得不可以 为此中央网信办进入发出通知 对各地网信办提出了十项具体的要求 重拳整治 犯圈乱象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是重罚逃脱税 从中国民众的角度来看 政府此举是拿回艺人手中的不义之财 但从范冰冰事件就可见端倪 素极既往的娱乐补税措施 证明有没有逃税或违法是中国政府说了算 在畸形的饭圈文化当中 追星变成了一门生意 粉丝就是被收割的韭菜 如今官媒出来帮枪 乍看是代表正义的一方 但到底是中国政府仗义直言 保护粉丝不被明星收割 还是先让明星赚钱赚名声 政府再来大刀一挥整晚捧走 就看客观从什么角度出发